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26日 星期六 大家好 這節也是聯合廣播 每逢有些大事發生 我們也會聯合廣播 我們繼續 關注烏克蘭的局勢 其實這次烏克蘭 我們也在判斷 我們也在分析一下 判斷一下 普京是不是真的計錯數呢 這次 昨天一大堆恐慌訊息 大家都不清醒 包括在下 我們昨天看一片灰暗的燈 因為初初公佈 烏克蘭的那些屍體被摧毀了 海軍投海軍全遷 當初他進攻 沒想過他忽然間做 未看到他真的做 你只是對整件事是悲觀 你就集中在看 世界對烏克蘭的不義 不人不義 你就不是細心分析他們對戰的情況 烏克蘭人 也沒有令全世界人失望 他們 真的從三歲到八十都奮力去抵抗 我們看到網上很多很感人的畫面 有跟女朋友敏別的軍人 也有一個爸爸 跟他的女兒道別 就是他要去打仗 然後我們今天看到 有一個八十歲的爸爸 他拿著一個行李箱 很簡單的行李 要去報名參軍 烏克蘭 排隊報名參軍的人數是大排長龍的 這件事 其實你在其他國家看不到 因為你有機會死的嘛 你永遠不會的 你看看阿富汗 走路啊 正規軍在鬥人工那些是欺騙投降 那些是正規軍的規律的規 你看到烏克蘭 他只是這份勇氣 也值得人來尊重 只是這件事 你已經看到那個 士氣相差很遠 你不算再服役的軍隊 還有平民敢湧去參與 那個軍心是很強的 他們不惜戰士一兵一卒 在這場戰爭開打之前 我們看到香港的藍媒不斷抹黑英國總統澤連斯基 說他是一個喜劇演員 這次看穿了他 對於俄羅斯的進攻毫無防範 甚至乎在打之前那兩三天 他還不斷地說美國人亂說 根本沒有仗要打 如果你說回到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 當時烏克蘭就沒有準備 但是 從克里米亞戰爭到今天 烏克蘭準備了8年 因為他打了8年 沒有停過的 在頓涅茨克 盧金斯克 所以 反而是 烏克蘭 學會了到底俄軍有甚麼裝備 因為你不會 俄羅斯武裝分子拿那些全都是俄羅斯裝備 但其實他不會再升級了很多 對方的Version 你打過舊版本1.0 他那個可能是1.1、1.2 不會爭得很遠的 而且他們地區戰爭也不會有很大量的 用空軍 用戰機 用海軍 用軍艦去炸 大家在這裏打地面戰 類似那些 巷戰 游擊戰 不過 這次俄羅斯為甚麼 打到下去的時候 出現了那麼大的阻力呢 我們用這一節時間分析給大家看 很大機會就是現在烏克蘭得到很多西方很先進的武器 而這些武器 其實全部都是俄羅斯的黑星 例如俄羅斯飛機的黑星 俄羅斯的坦克的黑星 令到俄羅斯的 空軍和陸軍推進 是停滯不前 甚至乎 空軍 一架空軍有多少架戰機可以損失 沒有多少架戰機可以損失 俄羅斯和烏克蘭大家都在用坦克 烏克蘭用的是T-64 俄羅斯用的那架 是比較新的 其實它是高人一格的 但是你又不是高得很多 你又不是完全可以指壓別人的 如果你再加上 美國英國那些武器 烏克蘭就變得很對等了 甚至不對等 因為烏克蘭得到那些 美國英國的武器 基本上是看著你們來吃的 你們那些裝甲車 在美國的導彈來說 你們只是一堆肉 是一堆活靶 沙包 遼寧號 遼寧號如果對著美軍的航空母艦 你就就是一堆肉 船上三千個官兵全部都是肉 如果俄羅斯打的是隔壁北亞 這次是一個備戰了八年的烏克蘭 烏克蘭由克里米亞當年的情況 陸軍動員能力極薄弱 再到現在是有 二十幾萬 的大軍 俄羅斯的 陸軍人數是多過很多 但是俄羅斯沒有可能 將全國國家的 兵力調去烏克蘭 當然不可能 如果調去烏克蘭的話 我覺得波蘭也會出兵去莫斯科 一波就搞定你啦 不用一路永逃啦 如果你膽子把軍隊調去 大家首先冷靜一點 先不要讓那些 大內宣 大內宣嚇到 你看到那些 那些身份全部 你看清楚一點 全部是一面倒企俄羅斯那邊的 在台灣的 在香港的那些 藍莓 紅莓 全部都是吹噓俄羅斯怎樣贏 怎樣贏 其實你也知道 你只看畫面 俄羅斯到現在都沒有公佈任何戰果 你也知道他是吃了大規 他肯就算不是吃了大規 他沒有辦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還有 杜琪斯指數最多升到800點 什麼消息 原因消息傳出 俄羅斯 肯談判 當你贏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談判呢 這是很奇怪的 再加上 烏克蘭的狀態 全民皆兵 這麼多人 排長龍去報名參軍 其實他幾乎是沒有可能 全面佔領到烏克蘭 你會進入無限的巷戰 如果你打城市的時候 你證明告訴你 每一個烏克蘭的人民 都有機會在你身邊放炸彈 他是沒有辦法佔領的 傷亡是很慘重的 甚至乎 現在其實那個問題也是你能不能進去都成問題 這個情況就是 美軍打了那麼多年 阿富汗戰爭也控制不了阿富汗全境 因為全民皆兵人 你看到每一個平民都好像是恐怖分子一樣 其實烏克蘭的情況就有點不一樣 因為這次烏克蘭是得了美軍的武器 或者西方的武器 他對於俄羅斯的軍備來說 是真的 可以說是假輕就熟的 因為他也用開這些東西 他知道怎麼對付你 知道怎麼克制你 有網友留言說 烏克蘭做了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 那幾十年 俄羅斯對他療如指掌 你俄羅斯對於西方的武器不是療如指掌 但是烏克蘭對於你的武器就是療如指掌 因為 在 頓巴斯地區打了8年 你有甚麼東西 都已經數到了 有upgrade upgrade了你是不是真的比之前的厲害了幾倍 你那個性能可能是跟你一輛車一樣 其實最重要的 是快一點 但是你不是去到 去到可以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戰機 其實打仗 你的戰機可以 其實可以威脅到對方 十架百架戰機出動 就可以把對方整個城市炸爛了 根本對方沒有反抗 尤其是軍事設施 俄羅斯一直 宣稱 大仁大義的 他說話很像中共的 我特意疼愛你 不打你的城市 你信不信這句 是真心話呢 其實你信不信呢 你信就很愚蠢 因為你跟信中共會做好事一樣 即是一個人告訴你 你放心吧 我們是大仁大義的 我不會強姦你的子女的 不會強姦你的老婆的 他不打不是因為大仁大義 而是不可以打 一來打了城市 你看到那些畫面很殘忍 其實有機會 西方世界的反彈很大 這是他第一件事 他不想的 第二件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問題 你要推到城市 如果人家跟你全民對抗的時候 人家會傷亡很慘重 但是 俄羅斯 也會很慘重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喉勤補給的問題 烏克蘭 不算俄羅斯之外 歐洲最大的國家來的面積 那麼你想一下 他的領土面積 去到那麼大 五十幾萬平方公里 你的軍隊 十幾萬軍隊進到烏克蘭 深入烏克蘭 還要分散了東南西北 四個地方 三個地方 東南西 武南 東西北 三地一起進攻 那麼你想一下 是不是你的兵員很分散 當人家一次斷你補給的時候 你那十幾萬軍隊 飯都沒得吃 我不相信就算你有飯吃 你也沒有子彈啦 回到我們剛才的論點 我們看到 情況很有疑惑 為甚麼俄羅斯到今天也掌握不了烏克蘭的上空 他應該是 把人家的上空 烏克蘭的飛機不敢起飛 應該是單方面 好像北約打藍斯拉夫那樣 但他竟然做了那麼久也做不到 有位網友是航空專家來的 他給了一個航空圖 他說昨天 當俄羅斯摧毀了烏克蘭的空軍 空軍基地之後 也有三架美軍加油機在烏克蘭的西部上空飛遲 他還沒有打完人家的飛機 意味著 美軍的三架加油機還是為烏克蘭軍隊的軍機加油 意味著甚麼就是你控制不了 俄羅斯也還在用米格29 米格29差不多是最多的 米格29其實不厲害 米格29九幾年的時候已經被人不斷擊落了 是很不碰的 你不要當他是F-35 這個世界太多人把俄羅斯捧到很高 俄羅斯沒有甚麼戰鬥能力 他從來都是人多哈人少 他打了那麼多連仗 每一次都是人多哈人少 他沒有試過用軍備去贏人 因為軍備本身就不行 到現在還在用坦克 到現在還在用坦克打仗 現在還在用坦克 現在還在用坦克 你撼中亞那些 撼個兵就可以了 中亞那些國家就給你撼的 米格29也很舊 第四世代 其實中共 中共腳震 上一節 有一部分沒有說到 為甚麼中共現在倒轉腳震呢 中共不敢全力支持俄羅斯 說甚麼廢話呢 支持 領土完整 但是不是支持烏克蘭領土完整 我又提議到時候 將蒙古北約的 納古進去 抗到最東位 然後把日本納入北約 什麼東西 你向南擴張 南海擴張 即是有很多國家可以打你 很多國家可以打你 他又向東擴張 即是日本要打你 俄羅斯 我們看到他的戰鬥力 當然我們一直都很討厭他的戰鬥力 不過有一個國家 他如果要侵略 是百分之百會成功的 那個叫中國 因為中國人會很歡迎 俄羅斯的黃絲 在侵略他們 因為我看到很多大陸人 既然對俄羅斯入侵別人的國家是寬天起地的 我們不知道那些人是用甚麼構造的 你知不知道俄羅斯是侵略中國最多的一個國家 有超過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被他佔領了 而且他在中國的東北屠殺了大量的中國人 你當那些是滿洲人也該死吧 中國人 中國人也該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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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談了俄羅斯那個經濟情況 這是不是很時間說的 下次再說吧 拜拜